各位讀者好 歡迎收看馬克百的束褲 我們今天要來玩的是一把冷悶武器 死亡儀式矛 他討論度偏低 但他其實戰技蠻帥的 那個換矛儀式 他的話是魔力攻擊 所以我們會使用一些增加魔力攻擊的buff 然後我們今天會帶的是黃金束力士跟火焰是有的力量 那再來的話我們會使用切副來觸發天血絕網的幻育 因為死亡儀式矛他是吃魔力攻擊的 所以我們會放魔法之徑來增加魔法攻擊的傷害 那我們會帶白面具 那使用的護符的話是亞歷山納碎片 魔力兌歇 血絕網的歡愉 那我們最後帶個限鬥劍 因為這樣可以省一些生肉丸 那我們帶的靈藥的話是帶魔力破路滴跟自立流結晶路滴 那我們就開始今天的挑戰 看我們能不能秒殺他 以示 力量 然後再來是切副 然後我們會需要 2個血瓶 看來是靈藥 放出這個 這個武器的缺點的話就是 雖然血刃有點低啊 可以看到這隻黑劍卷鼠 他被打到最後一下他才被擊倒 看這個戰機的特色的話就是 很帥 單純很帥 在1.04版本裡面加強的是他的 施放後的回復時間 就是他放完一下之後 接第二下的回復時間就很快 可以造成一個 接近連擊的效果 就是還是有點時間差 但是很像臉色 他放下效果不算 這把死亡一次矇的話他拿取的地點在 雪山的索爾城附近 在這個藍點的位置 可以到這邊來拿 那我們等一下會展示我們打 那個 最新承受的影片 打了點醜啊 因為這隻武器他適合的對象是 比較大型 然後動作緩慢的怪 所以如果打那種動作比較敏捷的怪的時候不太適合 因為他的毛弱沒施滿的話傷害其實不高 那感謝大家收看 我們下次見 那我們今天要打的對象是 最新承受 那我們就上去吧 但這次有點過動 所以我們用十分折看能不能拖住他 喔 不能打得到 Humble Blow 那我們會上一個 魔法之地 可以利家魔法傷害 再吃個生肉啊 就開始放了 這放毛魚是對於大體型的怪友的外傷害 要說他可以把他的毛吃滿 所以讓他比較高應該這麼高 呦 痛痛痛 在黑眉毛 一個個 果然有個、小動作 在魔法之地裡面的時候 我覺得死亡一口他會比較高 看起來就很傻 像這樣子 覺得像金閃閃的 王之財寶 那就感謝大家收看 我們下次見